大家好,今天这个视频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冬天的山枝衫毛衣的穿扎 如果你是跟我一样,个子不高,像我身高是1米6 然后,微胖,最后呢,腿不长的这个哈比星人呢 你想知道怎么样穿针织毛衣可以比较显瘦显高的话,我们继续往下看 但是在看之前呢,请大家抽出0.01秒的时间点一下关注 OK,我们开始吧 OK,那我们开始 为了拍这个视频呢,我就把家里的毛衣啊,就是整理了一下 我简单把这个针织毛衣分成这个像我这样身上穿的这个套头衫 还有一种就是开衫 但这样全部做的话,时间会比较长 所以呢,我打算分成剩下两集 那今天这一集,我们就先做套头衫吧 首先从这个基本款开始啊 像我身上这件就是基本的这个打底衫 那打底衫它的这个特点就是说 首先像我这样是单穿的 单穿的话它是完全不会扎 所以它可以做打底 然后它是比较修身 这个是一个就是类似于这个半高领 所以冬天穿在里面呢,就是基本上是比较保暖的 我穿的这个颜色它是一个姜黄色 那如果我们其实基本款的话就是我们还有这个黑色 一会儿来我拿出这个黑色搭配 那这个姜黄打底衫其实就很好穿 因为它是最基本的款 可以搭配裤子 也可以像我这样搭配这样的一条这个冬天的这个是羊毛的这个一条半裙 然后穿上这样的 穿上这样的短靴就可以 其实我之前觉得就是 自己腿比较短比较粗 穿这样的短靴呢可能会显得腿比较粗 但是其实就还好 离形身材呢关键是要把这个比例和这个腰围塑造出来 所以呢就是我穿的这个裙子 大家可以看看腰围就是在腰线就在最细的部分 这样就可以显得你的人看上去就比较瘦 然后这个裙子呢下摆是略微有一点点宽 那就可以遮住 如果说你的腿比较粗 屁股比较大的话 其实可以把这个下半身遮住的 那我把这件黑色的打底衫换上了 其实黑色呢就是非常经典 不会出错的颜色 而且非常好搭配 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就是 都至少要有一件黑色的这样的羊毛衫 其实搭配上就很轻松 但是我今天呢就是想和大家那个分享一下就是 打底衫搭配这个散裙 大家可以看 我搭配的就是一条黑色的散裙 然后穿了一双短靴 因为塑造的腰线和比例呢 其实看上去其实人就不会说显来 反而会比较显高 像这样的衣服就是 大家可能会说那我冬天怎么穿出去对不对 就是因为单穿这样一件又会有点冷 那我觉得因为它是长裙 所以呢要不你就配 就是长过它的大衣 如果你找不到 没有就是很长的这种长大衣 你就配一件这个短大衣 短外套 我这边有一件啊 但是我不知道颜色是不是很合适 就像这样的一件短外套 还好吗 像这样的一件短外套 这样短短的就是你就可以把这个腰线呢 就是给塑造出来 如果说你觉得脖子这边就是会有点凉的话呢 可以带一条围巾 那我就带一条这样的围脖 你看家里好热 这样 这样子的穿着就是在现在这样的气温下 我们这边大概是八九度吧 就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说到刚才那些短外套呢 我就先把这一套一起说一下 这一件橘色的这个毛衣呢 它其实是国内的品牌 我记得叫颜 它的设计蛮特别的 它形上呢 它是一个比较宽松的扩型 这个落肩的设计啊 就显得比较休闲 然后它下摆呢 就是前短后长 这样看起来呢 就是会显得比例比较好 那我穿上去给大家看一下 那这件针织衫呢 它就是一个很宽松的一个扩型 它的这个前短后长的设计呢 就会让你看上 就会把这个屁股如果你是比较大的话 我觉得这个还蛮体贴的 如果你的屁股比较大的话 它可以把这个屁股比较胖的这一部分 给你遮掉 那前面呢 就会前面呢 这个比较短打的这个呢 就显得这个比例比较好 那搭配上呢 我就是基本上它来搭配裤子 我觉得是最最方便的 当时跟这件外套是一起买的 全是他们家的 买了我觉得起码应该有五六年了吧 但是还是在还是 现在还是可以穿 很冬天很可爱的 感觉 如果觉得脖子这边稍微少了点什么呢 你还可以带一个微脖 那我自己比较喜欢的 就还是这条 仿兔毛的 这是我在日本买的 在日本买的一条仿兔毛的微脖 好暖哦 那你把这条微脖围在这里呢 我觉得整体的这个比例就比较平衡了 而且脖子这边也是很暖和 对不对 笔领的开身呢 就是它可以把这个颈部的这个 你最瘦的这个部分给展现出来 那这个设计上呢 它的领口 我的这一身就是有点通勤的感觉了 感觉我马上就要去开会了 这一件是一件鸵色的 脚花的毛衣 我觉得这个也是 比较值得就是收的一件衣服吧 就这样的一个款式 它其实比较经典 而且呢 它是有一点点这种学院风的感觉 其实搭配我这边 我下面这一件的半裙啊 也是完全没问题的 来把它换一下 那里面配了一件这样的这个小花衬衫 因为我觉得这个领口这边呢 就稍微有一点空 如果里面再配一件衬衫 我因为我家里现在只有这样的花衬衫 其实可以配这个白色的或者米色的 就会显得更加职业 更加优雅一点 那我这样配的话就是 会显得更加活泼一点 这件毛衣 其实也是怎么穿都OK 那我配的这一条是这个 我新买的这一条半裙 我觉得它分的非常非常的好看 就这个一条 而且因为它身 它这个裙子上面它的颜色比较多 它有鸵色有白色有黑色 还带一点这个装红色 所以呢就是 只要是跟这几个色系搭边的衣服 就完全都是可以去搭配的 那这一件呢就是跟前面这几件都不一样 那前面这几件都是比较修身的 就是但这一件是非常非常宽松的 那这样宽松的这个毛衣应该怎么搭呢 我已经穿上去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搭配的是一条 这个比较短的这个小的A字裙 以及一双过西靴 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们在搭配上呢 要有一个有松有紧 有收有放的这样一个原则 那我们这个衣服已经非常宽松了 它已经完全把我们的这个轮廓给遮盖掉了 我们就尽量不要再穿这个宽松的下装 但并不是说这样不能穿 但是呢那里有资本对不对 我们这种哈比人没有这个资本 没有这个身高 所以呢我还是老实一点 那这样子的搭配呢就是可以在这个视觉上啊 就是让你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比例 就是有一定的这个有一定的收缩 如果说你家里是有这种很宽松的 这种宽大的毛衣 那你下身尽量是搭配这个比较有缩缩感的 比如说小脚裤搭配长靴 或者说如果你不怕冷的话 你可以穿这样的短裙配一双靴子 这一件呢其实是我自己很喜欢的 它是一件好像它是羊绒的吧 这个是也是我在国内的品牌 Iceco买的 当时在他们家的Outlet买的 我穿上去给大家看一下 那那阿比肯德件它这件呢 就是说它不是像刚才那件 扩型这么大 它其实是有一定的收缩的 包括在这个袖子这边 然后它在裙边啊 这边也做了一个收编 有一点点弹性的 其实它完全可以当成一条毛衣裙来穿 你就直接这样穿上去就OK 下面就不要太配裙子了 因为它对我这样的矮子来讲就是有点点长 所以呢我就搭配了这个过膝靴 为什么我喜欢冬天搭配过膝靴呢 因为过膝靴 大家看这个 它大家的这个 你腿的重点就会从这里开始 但我们真正的膝盖其实是在这里 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话 你在视觉上就觉得膝盖是从这里开始的 就会显得小腿比较长 这就是一个哈比人的小心机 那这样子的一件黑色的这个毛衣 它就是会感觉没有什么亮点 你可以戴一个这个长的毛衣链 我自己呢还是很喜欢搭配这个 仿出毛都微薄 因为冬天嘛 就可以这样子穿 因为它比较宽松 所以呢你在里面是完全可以搭上几件这个保暖内衣 那你搭上保暖内衣 外面再穿这一件 再搭上这个微博 其实你根本连外套都不需要 可以这样直接出门的 接下来是这一件这个墨绿 这件是墨绿色的这个 一件也是比较宽松的毛衣 但是它不是很长 它的这个长度应该是到这个腰间下面一点 墨绿色的毛衣 其实我喜欢的就是它的这个颜色 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这种比较深的这个绿色 那它的这个版型呢就是 就是这种可以翻的这个高领 你可以这样子挤翻 可以很轻松的给它这样调整一下 在冬天的时候其实还是蛮有用的 因为我现在穿的真的觉得好热 那它的版型就是 它身上的这个版型呢就是略宽松的一个阔形 然后长度正正好好是遮住这个屁股的这个长度 其实这个长度也是非常友好的 那就像我说的 你就是要有一个有松有放 那其实这件衣服还是稍微有一点宽松的 所以下面呢我还是选择了这个比较修身的裤子 然后再加上这个过西靴 下面这件套衫呢是今天最后一件套衫了 它现在已经容灯我最喜欢的毛衣了 其实是我新买的 它在打折 而且上身真的非常非常好看 好我穿起来看一下 上面是绣了一些小马 这件毛衣真的太可爱了 那上面这个刺绣的这个颜色和毛衣的颜色搭配的正正好好是深蓝和金色的搭配 后面是这样的 我非常喜欢这件毛衣 现在是搭配了一条裤子 我觉得它搭配裙子也是很好看的 那我现在搭配的是一条这个波点的散裙 也是非常好看的 我没有把这个衣服的下摆塑到裙子里面去 因为它的下摆本身就是正正好好到腰间这里 就是比较短 这件毛衣有多百搭 它不仅可以搭配裤子搭配散裙 它搭配这样的这个A字裙 也是非常非常的和谐 这样的半裙呢 就是它其实是非常好搭配衣服的 因为我刚才讲的它颜色很多 这个像这样的蓝色深色的这个 其实是完全可以呼应的起来的 所以搭配起来也是非常好看的 这样的搭配呢 就会有比搭配散裙呢 就更有一种比较相对比较成熟 比较端壮的风格 搭配散裙呢 会更可爱更法式 还是更学院风一点 所以这一件呢 是今天最后一件开箱了吧 对 是很性感的 大王的衣服 真的 这衣服我觉得很好看 试一下 自己非常非常喜欢这一款真姿衫 因为我非常喜欢一字领 那这个大王的这个设计呢 就是把这个一字领的这个 它上面加了一层薄纱 其实它这件衣服的亮点就在于这层薄纱 这样的话它这个一字领就不会往下掉 它长度呢就是也是跟刚才那件是 刚才那件是一样的 它是很短短的 那如果你身材很好的话 完全可以下身配这个就是类似于马裤啊 然后是修身的小腿裤啊 然后穿一个这种长靴 因为我自己的这个臀裤这边还是有点跨宽 所以呢我穿的这一件就是刚才的这个配的这个半裙 我觉得这个这件一字领的衣服它其实气质蛮多变的 它可以是比较性感的 但是呢它也可以是比较酷的 比较甜美的 就是都可以看你去怎么搭配它 OK那今天这个针织套图毛衣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还会有一个针织开设的分享 所以记得经常来看看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呢 就请给我爱个三连 关于这一期的分享呢 我还会做一个比较详细的图本版 发在我的微信公众号 如果你还想看图本版的话 就请去微信公众号搜索 关注这位太太的分享随即 你自己关注我并且新标文 就可以不错过任何一条更新了 那么我们就下次再见吧 拜拜